還是有色情業者違法在營業 台南警方就查獲了一間旅行社 違法進行人與人之間的連結 男子來到台南這間旅社 刻意將機車停在隔壁店家前 然後才入內 鬼鬼祟祟的行徑 被埋伏的遠景完全掌控 立刻進入茶器 警方進入三樓搜索 當場又發現另外一名女子 正在等待接客 全都一併逮捕 旅社負責人 客人 還有小姐 全都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移送 目前正值三級警戒的防疫期間 旅社沒有實聯制 也被依法送辦 高雄這家養生會館偷偷營業 還被查獲有小姐違法性交易 立刻被斷水斷電 疫情嚴峻 色情交易也化名為案 除了網路攬客 也有北部色情南串 警方防堵疫情破口 持續加強旅宿以及養生會館的茶器 記者姚文華 陳立國綜合報導 敵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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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敵יע